最近有个大计划 让我们听听老板怎么说 所以我跟你讲我很久没有出现在 Facebook Live 上面然后过后 还有YouTube 上面比较少更新 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讲因为 3月4月的时候我们去弹了好几个牌子然后过后 一弹回来了马上装修 然后过后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这个牌子的Sales and Service Center 到底是什么牌子先给你看 普通 Upright piano的hammer 它是这样子的 但是这个牌子 它的hammer竟然是这样子 Upright piano 但是像grand piano的hammer action 所以 到底是什么牌子现在就在我这扇门后面 带你去看一下我们最新的 Sales and Service Center Let's go 我们用20天的时间做了这些东西 变成了现在你看到的Sales and Service Center 所以 这个牌子 是我们带进来的这个牌子它叫做Kesberg Under 珠江钢琴 珠江钢琴没有一个人是不知道的在行业里面 因为珠江钢琴 Per River Piano Factory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钢琴工厂 它主要呢 它除了生产 Pero River 它也买掉了Ridt Müller 一个非常老的一个德国的钢琴牌子 Ridt Müller 是全世界 第一个工厂 生产 钢琴的工厂 1795年 Bussendorf 都要1825年 除此之外还有Kesberg 还有 Pero River 它也收购了 整个 Europe 最大的钢琴工厂 虚妙工厂 我跟你讲 Pero River 它还帮很多 大 品牌代工 好像 Sniway and Sun的 Esec 所以我跟你讲 这些东西全部你上网可以找得到啦 今天让我一家一家带你看 他们的牌子 三家帽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我就一个一个带你参观了 所以这一区是我们Caseberg的这个Upright Piano 然后够这一个Artist CD 是纯手工打造的手工琴 手工琴的定义就是说它没有用到任何的机器在生产一些重要部位 还有这一个Artist 他就是用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个Hammer 他是用三角琴的Hammer放在Upright Piano上面 然后过后这一个是KHB C的 这个有Low Ink设计 它是有Renner Hammer的 德国的Renner Hammer 所以我跟你讲Reed Muller这个牌子一些人懂一些人不懂 为什么你不懂 因为这个是德国青的牌子 给你看上面这个照片先 首先这个是1795年的时候这个Reed Muller在德国Gordingen工厂 然后这个是商业注册商标的1795 它在1995多年的时候给Upright Piano Group买掉了 所以这个是Upright Grand的设计 我非常喜欢这个Upright Grand的设计 它这边有一个H stands for Heritage 这边有出现这个EST SINCE 1795 Gordingen 我先跟你讲这一台先 因为它还有两个弟弟 这个是RSH127 它的东西 所有东西都是德国自己生产的 他们自己的技术里面的Hammer 全部都是Reed Muller自己的Hammer Mahogany Woodcore 还有很多很好的Spec 所以喜欢的话记得去YouTube 看我的那个讲解了 还有我非常喜欢的这个Reed Muller三角形RX175 这个款式 University Mlyer UM已经给我们借过很多次来拍他们的video 还有做他们的reciter了 再来你看一下这边 Kaiserberg 160 GH160C 我跟你讲 懂的人会自己上网找 上网找的时候你肯定可以找到PianoBuyer.com 就是说它非常有权威的这一个PianoBuyer Review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review 我跟你讲好过很多的型号 然后过后 那你看一下这两家Reed Muller 一个是TT RS122 一个是哥哥 RS130 OK然后还有我非常喜欢的 这一个是Pare River限量版PE-121 所以你看它这个叫做Chamhorst Burr 的一个木的一个材料 所以看它是不是很漂亮 Duton Color 这一个是限量版的 然后里面也是用着德国的technology 还有它的这个Mahogany Woodcore的这个Hammer 就是Mahogany的Hammer 还有另外另外呢我跟你讲 那时我去Viyana 带回那些牌子 Foyeric 已经到Mahogany 这个是133 这个是Universal 122 还有这个Design 125 这些我跟你讲 你听了哦 你真的是feel到 德国情跟日本情非常不一样 然后这一边呢 也是有一个非常新款的Pare River P9 还有这个Foyeric 162 我非常喜欢这个Foyeric 162 一点就是 它这个边框这边 这个叫做Bird Eye Mapper 我给你讲 为什么我这几个月都没有直播呢 就是这个原因 我自己 基本上啊 这些板啊 是我自己做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去买啊 然后我自己连 然后过后跟你讲这个桌子 你看啊 这桌子啊 很像地板的那个 就是那个Viner 也是我自己做的 然后过后这一张 也是我去找回来的 然后这一个也是 OK sorry 这个不是重点 OK 所以我跟你讲 如果喜欢的话呢 可以过来 参观我们的showroom 试一下这些 我精心去选的这些钢琴啊 这些牌子都是非常好的牌子 我飞半个地球呢 去找回来给你们的 OK 这一集呢 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 我们下期再见